2009年4月25日 跟關彩耀日本藏毒被捕 衛斯被判監禁兩年 緩刑三年 2009年4月25日 衛斯在日本吸毒獲釋 成為明州封面人物 衛斯在2009年與關彩耀公開戀情 同由日本期間在涉谷通宵商店買東西 被店員發現神識可疑 懷疑他們偷東西 要求查看手上的紙袋遭到拒絕 警方到場 在南方手中的紙袋搜出一支大麻煙 將兩人拘捕 並在入住的酒店房間內 衛斯的行李暗格中 搜到十一小包海樂英 兩人在拘留所的驗料報告呈陽性反應 關彩要承認藏有大麻煙或輕判罰款 返港後舉行記者會就事件鞠躬道歉 並暫時離開演藝圈 衛斯於4月24日 被押送到東京地方裁判所受審 他向法官表示 在香港面對負面新聞 經常被狗仔隊追訪 承受極大壓力開始吸毒 並承諾不會再次犯錯 被判監禁兩年 緩刑三年 並要立即離開日本 衛斯和父親經被盜離開法庭 梳洗後於晚上7點 在酒店門外被記者拍照 第二天回到香港 隨後衛斯租唱片公司解除合約 離開樂壇之後主力教會事務 舉辦多場報導會 直至2015年 和姐姐惠蘭加盟華納唱片公司 重新展開歌唱事業